二手烟有害健康但却避之不及 殊不知还有更为隐秘的三手烟 它藏在哪里又会带来什么危害 主持人化身顽固烟民 为了拒绝被动吸烟 现场嘉宾又将如何应对 控烟形象大使江坤 控烟医学专家知修益 做客健康之路 一起为您知招 敬请收看 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的健康之路节目 现在您是否在抽着二手烟呢 您是拒绝了还是忍下来了呢 那如果拒绝的时候 您会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聚吸二手烟呢 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几位嘉宾 来共同和您讨论这些问题 江坤 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 中国控烟形象大使 知修益教授 著名胸外科专家 控烟与肺癌防治科普专家 在肺癌微疮手术 化疗和靶相治疗方面有丰富经验 今天我们请到的健康嘉宾团的四位呢 有三位是不吸烟的 丁女士 然后我们的李小姐 还有牛先生 曾经吸烟 现在已经成功戒掉了 只有一位现在烟民 就是饶先生 那我们接下来要做一个测试 想看看大家对于二手烟重灾区 有什么样的认识 我们想请三位不吸烟的朋友们 跟我们共同来做这一个测试 为啥 对你是吸一手烟的 我们在做吸二手烟的测试 我吸一手烟的人也又吸二手烟的时候 吸一手烟的人吸自个儿烟没问题 吸别人烟也难受 你也知道是吧 那行 带你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体板上有几个不同的场所 大家认为哪些场所是比较容易吸到二手烟的 谭坤 你觉得 餐馆 然后交通工具 办公场所 这三个 李小姐你会在什么地方更多的吸到二手烟 餐馆 对 有一些是没有屋檐区的 交通工具我想解释一下 我也选交通工具 因为这个上面没写 我发现车站 当你一出地铁站 比如说或者是到公交车站上 都基本没躲的地儿 那也算了 这个我感觉很明显 好 这两个地儿 对 牛先生呢 餐馆 家里 家里是谁制造二手烟的 朋友的家里 朋友家里 两个答案 丁女士 来拿着话筒说一下您的答案 我觉得是办公场所 和家里 这办公室现在不是不让吸烟吗 办公室不让吸烟 但是如果这个老板 或者说有独立办公区的这个人呢 他是烟民的话 他这间办公室基本是进不去的 进去以后就是像一个小毒气室一样 还有呢 就是办公场所的楼梯间里面 我经常发现就在北京那个像见外SOHO啊 SOHO现在成这种比较高档的写字楼里面 就在那个楼梯间啊 很多年轻人是聚在那儿吸烟的 根据您刚才说的那个 我就觉得啊 真是应该有一条 各个单位的一把手 要带 就这个单位 带头 光说他带头还不行 就是法律上规定 不允许你带着大家伙 在什么会议期间呢 或者什么在公公 在办公室里不是抽烟 他认为那是他在独立的办公区 比方说我一个人我老板 就我一个人这间办公屋 我自己也不熏别人 我自己抽 但是别人比方说有个报告 或者有个什么事进去喊他一声啊 比方说江总到您屋里去 立马这烟就给顶一下 我们想听听江宽老师 您再给我们补充一些就是吸二手烟的重灾区 还可能会出现在哪些地方 呃 我我先给大家讲一个什么呢 就是我觉得特棒的地方 就绝对没有二手烟的地方 嗯 飞机里头 哈哈哈 但是飞机里头啊 你可没有特权 你要有点特权 你要到那个驾驶舱去 驾驶舱里有人抽烟 真的啊 驾驶舱里有人抽烟 啊 那是违法的吧 嗯 就是等于是他是这个驾驶员嘛 他是一个工作间嘛 他那个工作间 但是没访飞吧 我不知道 至少我是不知道 至少我是他们工作期间的 那你说要抽烟的话 他们要为了自己这个安全的话 我想可能会允许吧 嗯 还有哪些呢 还有哪些地方也是会经常闻到二手烟的 嗯 我经常也碰到这个 急不自觉的人在汽车上 就是你跟他坐一块车子 他他虽然他把窗户打开了 但是那一人一吹 等于他从前面全吹到我这来 是吧 那风一吹的话 我坐在后面的话 等于全吹到我这 你想想你进到那个抽烟那人车里 那一车都是那味 是吧 嗯 不是我进那边车里 是抽烟那人进我 那车里 这人更过分 那制造兽呢 您通常都会抽到二手烟 是在什么样的地方 我想从我们在北京啊 有了无烟奥运以后 像交通工具啊 包括宾馆饭店啊 都是有了很大的改观 但目前一个有趣味的现象就是 在餐厅里面的包尖 单间到成了吸烟室了 大厅没人吸烟了 所以我目前认为在北京市的话 可能在餐馆的小房间里面 二手烟是存在最多的地方 是个重灾区 嗯 这些老板们 把过去很多的规定 什么那写的禁止吸烟啊 包括说到公共场所 不许全都忘掉 为什么 为了要招来顾客 人家说了 你帮我抽烟的话 我不上这吃的 我上哪 我上那去 而且我们也做了调查 在大厅的这种餐馆服务员 他都很自觉地劝说 这不让吸烟 可是一进房间 同样是一个服务员 他还给人点烟 因为到这房间里单消费来了 同时也提供烟灰肝 我也问了问旅游学校 目前在五星级饭店培训的时候 还专门有一个这么一个培训 客人掏出烟 多少秒钟 要给人点着 这是挥放化服务 所以目前我想 这个方面也要去改变 每个人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 多多少少都会遭遇一些二手烟 那么您知道二手烟对人的危害 到底有多大吗 您又是否注意到了 比二手烟更隐蔽的三手烟呢 接下来就听听专家的分析吧 那抽烟抽一手烟是直接就吸入到身体了 那个二手烟里面到底有什么 为什么还会对人体有伤害呢 我们把这个二手烟叫做侧支流源 从侧支流源里面也一样 有烟槽的有害物质 同样通过燃烧过程中 也一样会释放到空气中去 这样反而更危险 为什么 吸烟人 我们其实更多的人 尼古丁还是一个罪魁祸首 让人吸烟人的成瘾 包括给烟民带来快乐的 兴奋的都是尼古丁 这边抽的尼古丁 伴随着一些有害物质 但至少他还享受到他烟槽给他带来的快乐 人这些旁边的人 人家什么都没有 也没有你没有享受你那个快乐 反而倒把你烟槽中燃烧过程中 产生那种侧支流烟的有害物质 吸到人的肺里面去 那肯定是不好的 那个吸到肺里会可能带给身体什么样的伤害呢 同样能够给烟民带来的健康危害 对长时间暴露在二手烟的人群中也能够带来这股健康危害 在日本在香港都有这种长时间跟比如丈夫吸烟的烟民 然后跟他长期共同生活 女性肺癌的发病率就上升 同样对一些呼吸道疾病 哮喘的心血管疾病 对儿童的青少年的健康影响 都跟一手烟是一样的 您说的长时间 就多长时间就可以累积到肺定发生 我们以二十年为一个基本单位 所以你要说 因为我偶尔说 刚才说了前疮的人往后边吸吸吸吸吼 你只是觉得你不舒服而已 只是给你带来不适感 但如果长时间 长时间生活在一起 长时间共识在一起 家里很重要 看来是家里很重要 万一你伴侣或者家里有一口子抽烟的话 你这一辈子不止二十年了 你是和他的同呼吸共命运 其实我倒想强调还是三手烟 在孩子没回家之前 大人们在客厅里吸烟 像沙发上衣服上的 沉着的很多烟草的有害物质也沉积下来 而你再进到这个环境中 那就是三手烟 你身上其实都沾染着那个烟的有害物质 像住酒店 前面那个一个烟民做的一个好几天 一天他在屋里边好几个在这里抽烟 你进那屋抽烟你住不下去的 我们经常进的那些饭店一开门进去蹭 我先出来给轰出来了 让烟给轰出来了 就有烟味 太大 而这种三手烟的管理是很难的 因为二手烟我还跟你说我熟人 朋友同事 不行江老师这不让抽烟 他可以能做到 但你进到一个第三者环境中去 那你就很难控制的 那这样看来 其实在家里 在很多公共场合 不光是在抽二手烟 三手烟被抽的几率也很多 你说家里 就是很有可能家里那些家具上 或者被沙发上 包括刚才您说的这个孩子 一岁的孩子 您到外面说你抽烟去了 抽了一包以后回来了 你头发上毛衣上都有这些 还抱孩子呢 那孩子以后都是你身上抓着闹闹的 也一样会把烟草的有害物质 有时候孩子还要在地上爬来爬去 沙发上走来走去 拿个吃都吃进去了 即使吸进去 吃都能吃进去 听了专家的介绍 我们了解到 不但吸入二手烟有害健康 而且残留在沙发 衣服等用品上的三手烟 也具有很强的危害性 那么如果家里有人吸烟 我们会采取什么办法 来减少这种危害呢 因为我老公是烟民十多年 一直陪伴他 中间有很多小的故事 有一个办法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是我们家独创的 就我在劝说他 无效的情况下 他自己创 创出了这样一个办法 就是牛先生您帮着 拿一下话题呢 让丁姐演示一下 把这耳朵 这不太好看 把这耳朵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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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袋子小点的 然后酷一口呢 就这样钻住 这烟雾全在袋子里 他自己 他说我绝不影响你 你一点都闻不着烟雾 他这样挂着 袋子里就大了 然后呢 就非常小心的 他真的很 我觉得挺可怜的 他也非常想接 他接不到 情况下 我觉得家人也是要 就是帮助他 他就 都给他意味着说了大 算在这里头 算在这里头 这也是曾经用过的 一些戒烟的方法 但是幸运的是 他现在完全戒了 哎呦天哪 什么招都指出来了 来再听听另外一位女士 小李说说你们家遇到聚吸二手烟的情况多吗 首先我身边关系比较好的朋友都知道到我们家是没有任何可以烟灰缸这种烟具是没有的 就不预备 我说我们家什么东西都可以找到 但是这个我真的是没有 你们要吸油烟机 就跟他说那是一样的 我说就是油烟机 你不嫌麻烦你就占油烟机呢 抽烟机就没小干 给他一个抽烟的地儿 明白了 杨昆呢 有没有拒绝抽二手烟的这样的经历 几乎不可能 我被别人拒绝还是 你被别人拒绝 或你拒绝别人的经历都可以 我自个抽烟 我没法拒绝别人 这是其 其二 别人拒绝我 我挺自觉的 我觉得毒害我自己就够可以了 不能毒害别人 所以在这方面我是相当自觉的 我一般就跑跑出去 远离正常人群 家里是私人空间 当无法忍受二手烟时 我们可以没有顾虑的拒绝 可是在公共场所遭遇陌生人的二手烟时 如果我们主动上前劝阻 结果又会怎样呢 为此我们做了个小调查 当嘉宾主持李然 告知对方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时 他们会熄灭手中的香烟吗 就为什么咳嗽呢 就是因为 就是您那边就是一抽烟吧 它那个风的 哗的就往这边刮 就是刮的刮这儿来了 就是我觉得反正就是说 在大街上啊 它好来 它的空场还好一点 尤其就是说 有时候在一个特别密闭的环境里头 我觉得二手烟这个就是挺严重的 您就是说考虑过戒烟这问题吗 我这也等人咱聊会天 就是我也说了这么半天了 咱就不抽了 老夏我跟您打一打 您知道现在几点了吗 4点06了 4点06了都 我就想问您就是跟您打一打 您就是说那个 有一个就是那个健康之路那个节目呢 他们那个办公室啊 怎么怎么还有摄像机啊 我觉得不知道 您也不知道 采灭了哈 这就是对 这是反正风大容易就是着火这个 没事我帮您捡捡也得了 其实就是 就是说咱们就是公务场合哈 就是呼吸烟最好 就是对身体都有好处 对别人也有好处 是吧 对喝点水挺好的 对对对 在那等人呢是吧 我也等会人 在那都坐满了 我这坐会儿啊 等会儿人 没事一会儿来 我就走了 您就不跟您一起说 没关系啊 我没事 就是我呀 就是气管不太好 就是怕烟 对没关系 我就咳嗽会儿没事 但是我呢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反正我呀 就是说咳嗽 就是有时候吧 就是引起这个气管精卵 就是咳嗽咳嗽 有时候就窒息 真的 咳嗽 就怕闻烟味 对 我这腰味 啊 您 恰了当然是最好 但是我不能那么要求您 这么着 我把这根抽完了吧 抽完 抽完我就可能就死回去了 您抽抽没啥 您对我这样我特感动真的 就是说行吧 反正以后您少抽点烟 好 就是我呢 就是说有一点不太成熟的小建议 就是说想给二位提一提 嗯 什么建议呢 就是说哈 就是说二位都是女士 就是说一看就很漂亮 但是呢 我觉得呢就是如果您要是能 就是说我看您这吸烟呢 就是要能不吸烟就肯定更漂亮 您吸烟呢我能灭了吗 灭灭了哈 就是啊 啊 不是我 我 对对对 反正就是说 其实还没没关系 我倒也不是那意思 就是什么呢 反正就是虽然是共产 不是那些 就是我建议您也就是尽量 就是咱就不抽了 是吧 啊 没事没事 没下着您吧 没事 在我们的调查中 80%的吸烟者 都能及时掐灭手中的香烟 那么如果现场嘉宾遭遇到了二手烟 他们又会怎么办呢 今天我们在现场呢 就像给大家模拟这样的一个场景 我们几个人四位啊 就当做是非常熟悉的朋友 到一个餐厅去吃饭 这个时候呢 然坤掏出烟来了 那你们三位会采用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这个我抽烟方便吗 相当方便 但是你要结账 为你抽烟了 没问题啊 江苏说好我不结账 今天谁吸烟谁结账 那那个 我忍了 我结账 不 我不抽 这 我铁公鸡 看来江还是老的辣 牛先生一出手便使出了经济制裁法 碰巧遇到了这位烟民 承认自己是铁公鸡 这双方刚一交手 饶先生就败下阵来 但是如果对方愿意掏钱买单 现场嘉宾又该怎么办呢 刘大哥这会特想抽烟 来吧 开始 今天特别想抽烟 跟你们商量一下可以吗 这不成 这有孕妇在 这有孕妇 大家都很熟悉 前提是 大家都很熟 对 对啊 不是你们这就不能做事旁观 是不是 对啊 你们两个女同志我不好说啥 是吧 我觉得我会这个眼神很温柔的 一直盯着她那颗烟 你那是温柔吗 你那是温柔吗 因为她没看你温柔 对女人的眼神能杀死人 如果是我 我可能会说 我是希望您不抽 但是如果您实在想抽 抽一口咱就掐了行吗 这一看就是温柔娴熟的中国女性 这么快就妥协了 因为我觉得 因为是大家是在朋友的场合 如果她既然提出来 她也希望朋友给她面子 她这个时候 她也是相信 她也是经过考虑才提出 她也是尊重对方说 那我能抽吗 这个时候 如果大家非常不给她面子 我觉得 可能作为我比较难 但是我会提出一个 又两全其美的一个办法 就是您就抽一口 然后咱就掐了 您决定放下那个手里的烟了吗 你烟会放下 要是这么说的话 可能就不抽了 哎呦真好 在两位女嘉宾温柔的目光和劝说下 牛先生几乎也没做什么有效的抵抗 很快就放弃了吸烟的想法 接下来 我们测试的难度升级了 主持人向江坤老师发起了挑战 那么江坤老师是如何接招的呢 如果我们在一个公共的这个餐厅当中 你们是一波 我单独是一波 那我在另外一个桌子吃饭的时候 我现在正在吸烟 但你们根本不认识我 我们是陌生人 我的这个烟飘过去了 这位 什么事 您的烟味儿可飘过来 最好别抽 这儿公共长阁不许抽烟 我现在就特想抽烟 可以 我影响到您了 当然了 我脑子是发运 走门口 咱门口出去 门口 我这会吃着饭呢 我没吃完呢 我给您看着 您先去抽烟去 抽烟吃饭两回事 您赶紧做 我这朋友这么一大堆人 我干嘛要跟我这朋友 谁是你朋友 一个人 一个人男的朋友 你们朋友 都喜欢他抽烟吗 拉走拉黄结发 这种情况就怕你什么 你要看这个人 他跟你较劲的话 你要真较劲的话 谁也不行 对 就怕碰碰碰讲理的 对 死终不怕开水烫 你干嘛 我豁出去了 好像 你脑子能扒了去 烟不能调 谁都不想在外打架 但劝祖歇烟的过程当中 最怕的就是让对方产生这种 跟你对立的情绪 尤其是男人 最好这个面子 如果你要跟他小声的说 就与他能接受 对 他一桌子人 你这么大声嚷嚷 他搞上他不接受 他肯定要跟你翻了 焦焦的大套 就跟你说几句 我们那边有一个闻着烟 就能轰过去的 用这种比较委婉的方式 都委婉的说一下 你就太直接了 起不到作用 但我觉得真的在公众场合 你能勇敢的主动上前去 就是提出自己的要求 说我不想戏下手烟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文明的表现 还是看这个地方城市 如果这个地方确实有这种地方法规的话 你用去说 他还是能够听 当然语气很重要 一般来讲 通过服务员去说话 可能也好一点 因为你不先不直接 这也是咱们国家 就是咱们国家人际之间关系当中有非常特殊的地方 因为像在国外的话 基本都是很直接的 对 他真是 你一抽烟的话 他会 not smoking 他给你指 not smoking 他就很奇怪 你怎么能在这里抽烟 这会让你感觉到很尴尬 但是作为我们国家来讲 我自己特别感觉到这种形象的抽烟 不是 刚才你讲的 把抽烟作为一种文化来宣传 这个潜在的力量是非常大的 你比方说 我们看到河南有卷的小烟球的一口香 一下啪一口水可香极了 在云南有那种大的水烟袋 水烟袋 那么有的是抽的这种 我们说的是要鼻咽 有的是抽的是汗烟 像我们东北的蛤蟆头 说您得靠着墙根收 不然的话顶着轰 容易摔倒了 你看看 你看平常他的 虽然他都是笑话 但是他是一种文化 他在宣传这种烟 他是一种文化 现在实际上 我觉得随着人们生活的水平的提高 伴随着应该是整个一个物质和精神文化的素质整个的一个提高 大概是从明年开始 我们就马上就要在所有的 过去我们的国外所说的一句话 就凡是有屋顶的地方 能看不见天的地方都不许抽烟 抽烟必须得看见天 现在看来说在公共场所 我不知道公共场合 那广场所不算公共场合 那没屋顶 我们说在国际烟讨控制 荒调公约 目前我们要做第一步 就是室内的公共场所和室内工作场所 当然我们也希望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包括室外的公共场所 但现在我们中国而言 我们能够做到室内公共场所 和室内工作场所的期限 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 是从明年1月1号开始 明年1月份开始 其实现在看来拒绝吸一手烟 二手烟和三手烟的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健康 更重要的也是营造一个健康的社会环境 不吸烟其实更是一种文明的标志 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加入到 控烟和禁烟的队伍当中来 好 非常感谢大家 谢谢 谢谢 也请您继续收看科教频道的其他节目 谢谢 四十万的外债从何而来 妻子的埋怨 儿子的气氛 倔强的他又将如何面对现状 曾经徘徊在死亡边缘 他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故事 健康之路 敬请收看